严定于发言 里面把禁用中国制品的规范 在本次三读修正通过 把过去二十多年来 我们仅透过合约来处理禁用中国制品 在我们军品当中正式入法 采取较重法以及国安法的处分 那这个条文加州的修法 对于我们即将来到的 不管是我们特别条例 特别预算 军事采购上 都有嚇阻以及维持军品品质 国家安全跟军事利益的作用 那这是二十多年来 首次把重大的军民采购不法行为 列入国安法重罚 那在过去 我们时常发现 有用伪造产地 把中国的产地伪造成他国 或者是劣质音品来供应军品 那里面所赚取的不仅仅是暴力 更严重的影响的是我们军事的利益 以及国家的安全 所以这一次我们这一次的修法 里面还把原来的明知改成窒息 让检调可以也比较容易成案 所以经过四月份提案 多次的协商 感谢游院长主持的朝野协商 感谢民进党团 以及行政院各部会的协助 更感谢我们朝野各界一起支持本法 我们今天五月二十号 再一次把国安法进行新增条文的修正 那这一次呢 从四月八号开始有提案 那我们另外要增加提案在四月二十二号 禁服二读 经过这一个多月来 不管是跟行政部门的协调 司法院 法务部 国防部 那还有党团的协商要说服朝野政党 所以可以在今天三读顺利通过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那这次通过的条文要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 他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把军品 如果采用中国制品的话 就直接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其徒刑 直接列在刑法里面 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来 通常是透过契约 也就是招标契约的方式 禁止中国军品的供应 那违约呢 最多就是工程会或者是违反契约 那最严重的是以诈欺的方式去移送 所以裁罚都相当低 那里面不仅仅有暴力的问题 获取暴力 甚至于会影响到我们军事上的利益 以及国家的安全 所以这二十多年来 我们台湾虽然在军品的供应 禁用中国制品 但是并没有列入刑罚 而这一次一次把它放进国安法里面 采取重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另外呢 军品的供应 常常也会有伪造 劣质品或阴品 就假的东西来供应 同样的道理 它有获取暴力的空间 影响的是军事上的利益 以及国家的安全 我们这一次一并把它放到法条里面 采取的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重刑 那罚金以外 对于不当利益 也可以倍数以上的处罚 那所以这一次国安法 在我们提案 后来跟行政单位的协调 然后并案成为第十之一 十之二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我们在面对中国的威胁 近几年我们军事投资 陆续增加 那在刚通过的重要的特别条例 特别预算 我们会增加很多新的自制的武器 自制的飞弹 相关的装备 所以今年到明年会有很多 很多项次的采购案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条文 它具有嚇阻不肖厂商 不当牟利 也嚇阻我们国造的武器 不要让中国的零组件 或者是伪劣造来污染 来伤害我们国防的支出 跟国家的安全 所以这一次在提案 我们经过多次的协调 最后达成共识 顺利在520的今天 三读通过国安法的十之一 十之二的条文 我想我们另外在整个国安法里面 针对中国的经济间谍 也加重了罚则 这一块砖一块砖 就是期待用民主跟法治 建构保护国家安全 让台湾能够和平稳定 发展民主跟经济利益 非常重要的立法过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